狭狗地图 图中的区分线 如果中路一塔掉了 两边的野区资源都可能被敌人入侵 因为中路没有优势 我们只需要把兵线带过去 然后在情况支援其他路的同时 也可以去敌方野区看看 有资源就一块带走 这就是为什么中路一塔不能提前掉的原因 因为防御塔等于视野 只有视野的保证 我们可能扩大优势 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比如说我们只剩下高低塔了 此时敌人一直在带线 那我们的活动范围还有多少 此时野区的资源基本上都被扫空了 而我们还在为了守家清理兵线 这就是为什么防御塔比人头重要的原因 即便是前期被你杀几次也没关系 只要有机会 就一定要把防御塔带走 只有在防御塔上占了优势 才能扩大队伍的活动范围 慢慢的把经济捞回来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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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